欢迎收看标股智囊团 我是你的老朋友宇泽 台北股市经历上周的大跌之后 也不是大跌 上礼拜震荡之后 今天终于直吻了 大盘的开低 这个翻红 OTC也是同步的 但是这个成交量就是萎缩下来了 今天成交量只落到1766亿 这个今天的盘式就是 今天的反弹 可以看得出来反弹 没有量 没有量当然两种情况 第一个就是沙盘的力道直稳了 那第二个就是 承接的买盘的也没有 像上礼拜或上上礼拜 创新高速那么强 台积电2330 影响大盘权重最重的 跌4块钱 今天跌4块钱 不错啦 台积电在礼拜五的ADR 是跌了4% 今天现货是跌4块钱 所以投资人很担心 上礼拜五这个美股收盘ADR大跌 这个盘式 结果今天还算是比预期要来得好 不过大盘现在这个问题在于什么 在于16000点它是一个帐篷顶 你要攻过去之后呢 上面就海阔天空 可是你要突破这个帐篷顶没有这么简单 那一定要带量 那如果没有攻过情况之下呢 上下震荡用时间来换取空间 这个是最好的一个情形 所以我觉得往下拉回来之后呢 事实上来讲是创造下一次的一个空间 各位懂你什么 就是你一个区间当中 你攻不上去可是拉下来 那再上去的空间你就出来了 你就在这个区间当中 去做价差操作 好 那今天其实最 最整齐的族群了 我们讲最整齐的族群了 还是我们的 Chap GPT 资安 以及 AI 相关的软体服务嘛 对不对 这张资料大家都有了 好不好 各位我随便指 随便指 我们随便指 来 2453的林群 有没有 强不强 来 一个一个看 知道不好 2471的直通 来 直接攻到涨停板 对不对 对不对 所以我讲这个资料 你们拿到的时候 你们打发一票分析师 你们都不相信 我就拿最后一档跟你讲讲 6752这个瑞洋好了 好不好 最后一档 6752 哎 你看见没有 也是涨停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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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会做 我跟你讲 宏基集团当中 宏基之 资联 安基 这三个 你什么都不要看 你这都不要看 你就光看这三档就好 宏基集团的 6811宏基之 6751 这一档三月就拿到各位手上了 今天涨停板 创新高 哪一个人敢讲说没有赚钱的 你这11档股票里面 你自己做 你都可以赚钱 你自己做都可以赚钱 哎呀 老师啊 这高价股啊 又没有成交量啊 我听很多投资人都是这样子 不敢买就1000万个理由 1000万个借口 好 我承认那是高价股 很多人这个不愿意买 我承认这个股票上下 有的时候这个波段上来 有的人喜欢涨兽去追 拉回不敢买 我都承认 好不好 那低价股的支通呢 今天有没有公望涨停板 没有借口了嘛 对不对 你高价不敢买这档 低价在这里啊 是不是在这里 支通 我先跟各位讲 这资料 我两个多月都没有变过 没有增减都没有 都没有动过 你两个月前拿到资料 还是这一张啊 你拿出来对照嘛 里面有改过一个字 里面有改过任何一个字 宇哥赔你十亿 都没有动过啊 来 支通买完加码 攻上涨停板 新旧会员全部大赚 天天都有涨停板 对不对 所以我一直跟各位讲 过高不要追 过高不要追 你要懂得 要懂得 能够持盈保态 那持盈保态就是 你拉回要买 不是说追高之后跌下来 再去摊平 荣德造船有没有 军工概念 我当时跟各位讲 四月十二号 我说天天都有涨停板 恭喜攻上涨停板 创高那天 146.5那天 四月十三号那天 我说创高出量 全入获利入带 有没有 等候下次买点 看见没有 等候下次买点 荣德造船 我142块出掉的 最高到146 来荣德造船 我这天最高的时候出掉 我出在142 杀了110 杀了110 你跟着我出掉之后 你这笔资金是不是 断钱放口袋 随时重新进场 那你自己去买 你的老师带你去追 对不对 是不是套套套 套 沿路怎么样 就是套 套到来摊平 摊平摊平摊平 你追在这里 摊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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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都软了 还有钱可以摊平啊 自联服务 拉回98块2 我一直跟你讲 拉回要赶买 4月14涨停板 4月12买 整理一天 礼拜五就攻上涨停 礼拜一再拉两天 两支涨停板 礼拜二三天三支涨停板 礼拜三差一档涨停板 几乎是四天四支 礼拜三差一档涨停板 收最高 差一档涨停板 收最高收134.5元 上周三天三支 自联服务6751涨停板 今天再拉涨停 恭喜所有会员 全数大赚安心续报 我的持股成本是98块钱 亲爱的 98块钱在这里 前面这个你都不要管 你都不要管 这涨倍股涨得这么一大倍 你都不用管 拉回你敢不敢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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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敢买我带着你买 我牵着你的手带你去买 买完之后整理一天之后 涨停涨停 差一档工涨停 随随便便三十几% 真的是开心 来这个保胜光也是一样 有没有 但我也跟各位讲 我说他被恢复正常交易的时候 你就不要追了 现在开始震荡了 现在开始震荡了 就像一些股票 保胜光有没有 这十几天分盘交易 有没有 二十分钟一盘 我说放出来的时候 不要放出来 我说恢复正常交易的时候 就不要追了 有没有 一个开高打下来 他预告 他这个地方就是要整理时间 比较长一点点的嘛 同样 这个六十七月保瑞 不是也是一样吗 这个我都跟各位讲过了嘛 你能够忍住 不要创新高的时候追 你都避开下跌的风险 对不对 你都避开下跌风险嘛 你看东哥有点多夸张啊 分盘交易结束 分盘交易结束 一结束 一开盘 给你开一个高点 盘中拉到575 不到五分钟 杀下来 当天收跌停 两只 礼拜五创低 今天还有低点 你知道差多少吗 575 杀到423块钱 短短三四天 插了150块钱 所以这个盘 你说好不好做 没有这么好做 对不对 没有人在讲军工啊 军工啊 船啊 还是那句话嘛 拉回你会不会买嘛 拉回你会不会买嘛 保证工 拉到3月16号的时候 我们下去买 3月16号去买嘛 从3月16号一路涨涨涨涨涨涨上来 涨了1.38倍 滑浦也是一样啊 这个咬到空单了嘛 635滑浦 咬到空单了嘛 那这些股票拉回 你可以留意 但问题是说 你会不会做 你会不会做 天天都有涨天板 不是梦 保证工狂飙了1.38倍 滑浦飙了1.57倍 有没有 后来不是跟各位讲 滑浦飙了1.57倍 你留意风达科 有没有 你留意风达科 同样是神奇集团股票 所以这个大盘呢 它就在一个资金的轮动了 那当然族群性很多 族群性非常多 军工之外 除能概念 兼换公到四点 兼换公到四点 一样的意思嘛 拉回你要敢买嘛 那过高不要追啊 对不对 华晨如果明后天过高 不要追嘛 1.13中心点 你看过高之后 现在还在整理 所以它 现在就是这样子嘛 你一个族群 有的人先过高 那有的人是即将过高 有的人是过高之后 现在在整理 其实 其实就跟这个一样嘛 对不对 资恩服务里面嘛 6811的红基资金 涨停板创新高嘛 可是你如果去追 智联服务6751 那你就算今天涨停板 你上礼拜追到高点 你还是小赔一点点嘛 247的支通也是一样啊 你追到高点 你现在是 它这个地方在整理嘛 那重点是 你的资金不可能 永远在这里 在等解套 在等整理结束啊 所以 我说真的就是要跟着做 真的就是要跟着做啊 1529 有垃圾绿能这边整理整理之后 有机会再攻高啊 下次买点什么时候 8033雷虎 这个没有办法 这已经预告 整理期要加长了嘛 哎呦被分20分钟一盘嘛 20分钟一盘啊 哇 所以这个预告 整理期要要再加长了嘛 8222的宝一 今天盘中拉了个小高 对不对 为什么 它的融券强制回补了嘛 融券强制回补了嘛 所以大概4月 今天啦 今天大概所有融券都要回补了 好 那在这里 操作该怎么样去 去做布局 对不对 你怎么掌握资金的 轮动的一个方向 所以 天天都有涨停板 它不是一个口号 也不是一个梦 我一直跟各位讲 几点 第一个 过去绩效不代表未来 可是我的过去绩效 我为什么会有过去这个绩效 是因为我懂得 在产业当中 找寻最强的股票 狠狠买进 勇敢报劳 甚至拉回的时候 我们敢加码 所以我才跟各位讲 拉回你会买 拉回你敢买 天天都有涨停板 不是梦 是这样子才成就 过去绩效的 那我过去绩效也是过去了 我只能说 我跟各位讲说 你们把握未来 对不对 保胜光你看到了 我也跟大家预告 他最近要整理 涨了一倍多了 就跟雷虎一样 去年11月 从20涨到40块钱 他横盘整理 整理完之后 再用40涨到80块钱 预告他现在又要整理 现在被分盘 20分钟一盘 对不对 智联上个礼拜 三天三根涨停板 礼拜四礼拜五 震大一下 今天又涨停板 他就在趋势上面 对不对 这个直通 这些股票 都是一样 所以我也跟各位讲 我说拉回你要敢买 拉回你要敢买 就不是梦了 好不好 花幅也是一样 对不对 涨了一倍 所以这些股票 各位你看到了 波段的一个狂飙 不是一处可击的 内股的轮动这么快 这么多 你怎么掌握 这个拉回的一个买点 要买什么股票 好 就像我最后 在节目结束之前 我跟各位讲了 这个资料 各位很多人都有 两个月前 大家就拿手上来 如果你还没有赚到钱 但问题绝对在你那里 那你赚不了钱 怎么办 资料 资料 资料都拿到手了 资料都拿到手 还赚不到钱 那很简单 来电跟你的服务人员 登记四座 好不好 欢迎四座 祝大家天天都有 掌停板 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加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 吃饭 听我的家伙伴 我先安心 看你 转身 优优振救 我 будет 可以 解